我看这两天,我举两个历史事件 昨天是桥头事件的40周年 我讲桥头事件恐怕 可能更多不知道 参与桥头事件是当时 当时参与桥头的施敏德先生在脸书上写了一句话 说当时要抗议政府 不给主党,不给游行,不给选举的政策 单单这个抗议 我们不是讲郑慧中是抗议政府吗 抗议文化部 当时抗议政府这么光明谈话 都要拿命申许,以命相许 40年前而已 我要跟所有的年轻朋友 要回顾这一段 今天我们可以打部长一巴掌 然后还可以一阵言辞 谁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一个地步 走到这一个 让我们实在很安心骄傲的一个环境 就是当年冒了生命危险 对抗蒋中正 冒了生命危险 去指责威权政权的一群人 然后这一群真相到现在没有还原 他们仍然被处罚了 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精神是错乱 价值观念是错乱的 马英九刚才讲那个什么话 马英九说文化部要检讨 要反省检讨 黄金岛曾经组织民兵 所谓的二七部队 对抗专制的蒋中正政权 马英九还晓得去纪念他 还晓得追思礼拜的时候 去举个功 就像他会去二八事件的时候 举个功道个歉 可是一回头 他居然讲说 这种事情啊 维护蒋中正的事情 文化部要检讨 你看看他精神错乱 也就他根本没有真正了解 转型正义 没有真正了解二八的本意 是人伤害人 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流了无辜人的血 是从地底下的呼喊 我们需要现代人要回应 因为当时呼喊的人 没有机会呼喊流了血 我们这一代的人 要把他的呼喊再表达出来 因为我们现代的人表达出来 不再会有人伤害 而是要弥平当时伤害的伤口 我们只是要弥平那个伤口 可是制造伤害的人 一直在阻挡 还居然说现在 却讲真相的人 是要自我检讨 好像是要把伤口撕破 不是弥平伤口 这对短情正义 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误解 精神错乱 这十一方面跟黄金岛敬礼 出来居然讲文化部要检讨 这些人的心里 有没有真正了解 我们到底这个社会需要什么 就好像一个人 过去有受伤的历史 如果一个人 他可能被洗年 小时候年轻的时候 被性骚扰 被性轻 他长大一直没跟人讲 他那一段伤痕 如果不处理 他就算演出不讲 他会成为他将来交朋友 将来成为婚姻永远的痛 他因为他那个伤口 没有处理掉 那个伤疤没有去掉过 一个人如此 一个社会也是如此 一个社会过去伤口那么大 大家就眼住眼睛 不去理会他 去理会他的人 你有错 你要检讨 这是对我们社会的不公不义 我们这个社会只有迷 把那个真相揭露出来 我觉得国民党最傻的一点 是什么知道吧 小军 最傻的一点 最傻的你知道这群国民党 不管好龙兵吗 最错误一点 他们以为掩盖的 都是国民党人 因为只有国民党人做坏事 我用大胆的一句话 以前没有民进党人做坏事吗 在台独联盟里面 卧底的不会是台独联盟的人吗 我用大声的讲 那不是加害者 陈文诚事件 谁告密的 会是国民党人吗 杀他打他的 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是最警种的 警种的人 可是告密的 泄密的 透露消息的 不就是在海外台独联盟的人吗 真相出不来 怎么弥平这个伤口 我们怎么晓得 原来一件事情 不是这么单纯的 有好人跟坏人 好像好莱坞的黑白电影一样 我们这个社会 要的只是真相 要真相不是报仇 把加害人 包括好龙斌 好伯村这种 这种 这种 这个辈分的人 他们当时 多少人在参与 警备 他是准备总部的大老板 他们会没有责任 难道我们要去报复他吗 要给他可以行责吗 要把他下到监里吗 没有 可是我只知道一点 这社会没有真相 大家不知道这个事情 对于受难者 没有抚平 对于整个社会 并不健康 以前过往的社会伤痕 是割裂族群 割裂我们现在社会 这种事情的根源 只有把那个根源拿出来 抹上药品 在历史课本上教导年轻人 我们以前犯过这个错以后 不要犯 我们慢慢这个社会 就会平复下来 可是这一巴掌打下去 我最记恨的就是 你故意要把这个伤口 再捏起来 好龙斌再讲 说侠怨报复 还是他讲什么 他讲说 官逼民反 再一次要大家反嘛 再一次叫大家来怨嘛 再反 这个打的 被打的 大家一起来怨 我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 这个社会绝对不缺 撕开伤口的人 郑惠宗就是撕开伤口的人 他没有让伤口愈合 一丁点作用 要做的是 我们要把过去发生的事情 展现给社会看 让大家都了然于胸 知道过去做错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才能够抚平 所有的伤害 施明德就不会在 桥头世界再写下来 说当年我们是以命相许 你现在轻松的 随意的一巴掌 还可以自得一满吗 我真的希望 我最特别期待的 是年轻人发声 我期待年轻人 要求我们这一代的人 因为我已经比 郑惠宗可能还涨一岁 我希望年轻人发声 年轻人呼吁 我们这一代的人 说我们希望你们还在的时候 把过去的故事找出来 把过去故事展现给大家看 不是好像一个社会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就到了我们今天 这么自由这么民主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合格言而知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表达我们的意见 是啊 我前两天才讲了 韩国瑜还要办光头节 一一二四 我十八九岁就在台市 做公读一样的打工 做戏剧性打工 那个时候有一个剧本 写到一个光头就被处罚 因为是蒋介石 蒋介石 光写一个光头 现在要办光头节 有没有人想过 是谁让你能办光头节 这个是英雄是谁 是哪些人流了血 让这种新闻检查 戏剧检查再也没有了 我们要永远纪念这种事情 这是一巴掌想要拦阻的 这是我们一定要抵抗的 否则的话这一巴掌 我必须说郑惠君 可能又白哀了 是什么人去政策 新台湾加油的主持人廖小军 可以每天说台语 跟大家面对面 说一点点的台语 也不让出发 你说两点钟 是谁去争取出来的 民主的道路 非常谢谢姚立民老师 他总是以非常浅显的语言 来告诉大家 年轻一代 你会觉得奇怪 照理说要以暴制暴的话 你想看白色恐怖时代 跟以前讲公时代 讲公要控一格的时代 那些被迫害的人 那些家属从何感想 我还想说台湾是一个国家 我们今天所信 我们不是身处在一个白色恐怖的家庭 我们不是一个二二八受难者的一个家庭 可是如果我是呢 我如果我是呢 如果我也像姚文志的太太 他如果说他如果背 这是一个读书会 然后红维健导演 他是我TVBS的同事 在他的生前我跟他聚会最多 就是他送我书 送我他所做的历史影片 但是他念之在之 因为一起钻台湾 最小的 最小的受刑人 五岁跟着爸爸妈妈 跟着妈妈被关进去 那妈妈做什么事情 他是从零岁关到五岁 那应该是从妈妈肚子啦 零岁关到五岁 对对对 跟妈妈肚子里头 然后就跟妈妈在里头 妈妈很简单 妈妈一个公务人员 可能只是参加一个读书会 那爸爸也是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这么多人 他们今天也没有以这种愤怒的心情 以暴制暴 没有 杨老师就提到 伤口是要去抚平的 大家团结都来不及的 怎么有人借机进行炒作呢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想想看 我们还是一个国家吗 我是一个受害者 我每天如果经过看到重庆廟 又去到那裡 我看到我们纳税的钱 还捕这些警卫 去捕一个死人 踩在那裡 那你告诉我说 他有历史定位 所以伯雅讲得非常好 我们没有要去除 他在历史中的位置 但是我们要的是历史真相 你想想看那些受难者 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那一个廟要踩在那裡 然后这个是一个道道地地 历史定位的一个杀手 杀人魔 你觉得台湾的转型正义 我们才踏出一小步而已 三读通过了 现在文化部有跟你说 那个廟要把你拆掉吗 没有 他还要协商再协商 那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 普世价值 怎么会有人试图要混淆呢 来 导演 我刚刚听姚老师讲的话 其实很感动 因为我的工作 其实大部分都是跟年轻人接触 那我在跟年轻人接触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故事产业吧 那年轻人他可能会想 这个九天之外的东西 什么火星人来啊 阿凡达什么的东西 但是谈到历史的时候 都是完全的断裂 完全的断裂 不要讲说什么桥头事件 郑南龙 陈文成 是陈文斌的哥哥吗 还是什么 然后林英雄 白色恐怖 甚至在讲到二八 二八他们有听过 为什么 因为二八有放假 二八有放假 但是这后面的这些事情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块空白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文化 我刚刚有说过 为什么是选择去打正立军 因为他是我们的文化部长 而且这部长其实是 在这些文化部长里面 其实是非常坚持以台湾主体 以台湾主体为价值出发的 特别是他在很多的 他在推动这个台湾文化内容 产业的部分 是尽最大的力气去推动的 这去年的时候 其实德国有一则新闻 就是有一个89岁的老婆婆 然后呢 他说这个奥斯维斯的集中营 他只是一个夏令营而已 他不是纳粹拿来作为毒气室的 他只是散布这样子 德国的这个警方就立刻 以他违反转型正义条例 把他逮捕 并且起诉判刑 五年到九年的这个刑情 在德国这个其实是一个 一个普世价值 是一个普世价值 其实刚刚有说过 去蒋并不等于是入蒋 甚至连蒋家的后代 连蒋友博他都公开讲说 为什么要把他曾祖父的铜像 摆在那边呢 盖一个中正经验堂 本身就是个错误 他就讲说盖中正经验堂 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 对话的一个过程嘛 那在这个对话的过程里面 其实可以让年轻一辈 慢慢慢慢的去了解 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其实大家现在动不动都会讲 都会讲说我们能够享受民主的果实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在这一棵民主大树 底下所埋藏的 是多少钱人的这些血类 就像刚刚姚老师所说的这个黄金岛 他其实是在二七部队乌流南战役这里面 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还有多少人 比如说像我们彰化的丁运仙 像我们彰化的那个陈串帝 这些人民讲出来不要说年轻人不懂 连历史老师都不知道 连我自己在彰化的 在彰化教历史的这些历史老师 你跟他讲陈串帝 他说陈串帝是哪个朝代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过很悲哀的部分 一个部分当然是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这一块不见了 特别是谈到台湾时的这一块 这一块完全都不见了 第二个当然就是在文化产业的部分 其实台湾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故事 你说当然这个二七部队 单单这个黄金岛谢雪红 单单这个中议人 他们当初怎么组织 怎么抗战 然后内部又是如何的分类 这个每一出拍起来都是NHK的大核剧 我们曾经好多次都在讲说 台湾有没有能力制作大核剧 要不要制作大核剧 我认为台湾是有能力的 但是每次一谈到这一个台湾本土故事的时候 大家都会把它当作这个台湾民间故事 一集二十万三十万 就认为说你这个题材 大概就是两百万就可以做的 但我们看看人家韩国是怎么去面对 他们的影视产业 日本是怎么面对影视产业的 他们的那个连续剧 平均一集都到了一千两百万 而我们到现在包括公共电视 包括华视的制作 到现在也都还是两百多万三百万 前阵子这个公共电视有一部 这个一物天堂 在讲这个物丰临家的 但那个经费老实说是很低的 五百万 他会认为说一集五百万 但是相较于韩国或相较于日本 他其实是非常低的 那我觉得正是因为 因为我们没有注重台湾本土的故事 故事产业 影视产业 所以年轻人他会觉得不好看 你本土制作的戏不好看 所以他要看韩剧 他要看宫廷剧 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面 这一块不见了 教育不见了 文化不见了 突然之间 他就会变成网路上的酸民 他就会认为 这个一百分亲戚 不要谈政治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刚刚姚老师所讲的 也让我就这几天一直在讲 他真的是打在郑立军 我们的文化部长的脸上 真的就是打在台湾人的脸上 因为这是台湾意识的受入 姚老师昨天讲无知 他讲无知 真的无知的恐惧的背后 韩国有两部片子 不是那种韩剧的 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 把光州事件 整个在屠杀人民的整个都演给你们看 那是德国一个摄影记者在那拍出来 这就是教育 对 人家卖座 还有一个一九八七 学生被屠杀的 人家演给人家看 我们的演艺圈能拍这种电影吗 我们的促转会 我们的文化部都该 集中力量的教育在演艺上面 光老师 演艺圈不是没有钱是换不均 对不对 你不要忘记有马英九补助 赖森川那个什么梦想家 三天两亿 我请问你说拍什么韩剧日剧 有那么大成本的 有有这么大成本的吗 三天给你两亿 对不对 对 我们回头讲 这个根本 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郑慧中会去打正义军 讲白一点 就是今天他认为 在他的脑中认为 来到场的这个人 这个所谓的文化部长 就要像宋楚瑜这样的人 如果今天是宋楚瑜来这里 他会被他会被打他巴掌 我跟他讲宋楚瑜当初也 也禁过他 也禁过他 那个杂志不就是 他怎么被谁判割肩的 不就是被宋楚瑜判割肩的 但是宋楚瑜到了现场 我请问了那个郑慧中 会去打宋楚瑜一巴掌吗 不会嘛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讲白一点 他就是 就是打给你们台湾人看 就是 就是 就是觉得台湾人不配当这个 他就是觉得台湾人不配当这个职务 这个所谓的演艺圈 应该讲的叫做资深演艺圈 你如果今天是周杰伦 今天是蔡依林 这样等级的人 你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 你会去参加这样的尾牙这样的吗 抱歉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会的嘛 就算你到那个年纪 如果你是张飞 你是什么 你还有节目 你还有什么 你也不需要去 那今天去的是什么人 真的就是需要 需要政府援助的人 那过去 谁来发这笔 就是谁来当这个善财童子 过去都是国民党来当这个 那现在 现在倒过来 变成民进党来当这个位置 而且看起来好像 郑立军发的比从前那些 那些部长发的还多 我跟你讲 这些人当然就紧张 所以他才会 他才会去动手 你去分析他那个背后的动机 其实你就知道 就是讲说 这些人就是永远 这些人永远 他那种阶级的心态 永远存在他 存在他那个脑筋里 所以我跟你讲 今天你说是正会中 做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不是正会中 下一次 一样也会有别人来做 这件事情 只要这个事情 只要这件事情 就讲说 只要民进党执政的一天 只要是这个文化部长 去来出席这样的会议 就会有人就会有人做这种事情 所以 所以